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小八卦,罗云熙,王毅博,任嘉伦,张静怡 1.罗云熙 罗云熙和白鹿的长岳晋明已经杀青了 但是后续做后期应该要花很久的时间 他现在的古装也算是第一梯队的 找他的本子还是蛮多的 他自己做的周边产品也是挺上心的 也算是给粉丝的福利 但是下一部戏还没定下来 还有浩一行 如果今年能播的话五号之前 不能的话就等明年了惟愿春日不迟 相逢终有时吧 2.王毅博 王毅博现在就是降低曝光度 现在也是多事之秋 他基本都是很低调的 现在就一直在剧组拍戏 还有几部带播的作品 后续宣传跟上的话基本都还不错 然后他和陈晓的冰与火 没审完 Q2季度之前应该不会上 3.任嘉伦 任嘉伦和热巴的与君出相识 成绩蛮不错的 并且剧情也挺新颖好看的 他现在这个剧的人设也不错 后续剧情应该也会更代感一些 他现在也算是90生的古偶一梯队了 最近还接触了一个新的言情的本子 是个大IP 4.张静怡 张静怡现在算是95花里有作品 人缘也不错的那一类了 但是他其实也蛮还一部大爆剧 但是他之前 风犬系列口碑还挺好的 之前一见清新 虽然吐槽居多 但是对他影响也不算很大 他的下一部大概率会和居静怡合作 是双女主 然后他这边对打火机和公主群 也挺上心的